穿行于雪龙两地的格拉纳在野 轻快铁列车前往发生了重大意外 官方事后表示这起事故涉及人为疏忽的说法 引起舆论非议 交通部部长纳杜斯里·魏加想澄清 人为疏忽只是两列轻快铁相撞的原因之一 特别调查委员会将会全方位调查其他的照顾原因 同一时间警方也证实 涉案的列车驾驶员的毒品检验是呈阴性 格拉纳在野轻快铁24号晚发生意外后 一句人为疏忽并不足以解释 或未导致事故发生的前因后果定调 魏加想指出 实际上交通部秘书长拿都伊山伊萨所领导的 9人特别调查委员会 还在从总体技术、操作因素 为何没有遵守安全防护措施等角度深入调查 而人为疏忽的说法只是其中一个调查角度 针对赵霍驾驶员被怀疑吸毒 部长透露警方昨天已经证实 涉案驾驶员的毒品检测结果呈阴性 他促行民众稍安勿造 让特别调查委员会在不受媒体和社交媒体事先判断的影响下 针对事故展开彻底的调查 并且提出改善安全措施的建议 提防意外重演 根据官方的讯息 67名还在吉隆坡中央医院接受治疗的伤者 其中61人已经出院 目前还有6人留医 其中3人在加护病房治疗 针对这一场重大公共交通事故 殃及213名乘客 大马国际透明组织今天也发文告 呼吁政府成立皇家调查委员会 针对事态的来龙去脉展开详细的调查 除了离经事发原因 也必须追究失责的单位 同时制止任何单位企图隐瞒真相 马星社电视综合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